因为人有思考能力 人会选择 自然就会有各种意识形态 就会有各种竞争 斗争 战争 相互毁灭 你从很多地方看得出来 到现在以色列跟巴伊斯坦 还在战争 全世界各地呢 还是有几个地方充满危机 听说我们这个两岸也被列为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至少我的感觉没有那么严重 但它至少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胁 这种威胁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孟子说过 无敌国外患者国很亡 我们有一个外患 有一个压力 反而使我们警惕 可以不断地奋斗 当然这样也造成很多人移民 对于移民 我有一个简单的看法 移民不见得是坏事 它使很多杰出人才 离开之后留下位置 让年轻人有机会发展 人的生命具有活力 这个活力需要表现的场所 如果你没有让它表现的机会 这种才华白白浪费 没有比这更可惜的事情 所以台湾为全世界提供了许多人才 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是有帮助的 从这个来看的话 我们的教育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就再怎么做 你说我们交了半天都移民去了 那什么关系 我们继续教去改造全世界 不算好吗 但重要的是 你有什么样的思想 可以去改造别人呢 如果你不曾先说服自己 这是我们需要关怀的 像生命的虚无与热情这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先想过 然后说在传统里面 包括西方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 都要先去掌握住 然后呢 才能带给今天世界上的人类 一些参考 未来的世界的走向 一定是走向灵性生命这个路线 为什么 经济 政治都太现实了嘛 太具体了 你在台还是一样 在讲还是美国称霸 因为他本土从来不曾做过战场 要打仗 他都跟别人约了去别的地方打 打完之后他再回国 没事 约战死了五万多美国人 如果他在美国本土作战的话呢 那可以想象多么惨烈 所以我们要了解 整个宇宙的发展 到最后人类的出现 每一个人的出现都非常微妙 你对生物学稍有认识 你就知道在座每一个人跟我一样 能够活着 那实在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微妙的奇迹 因为有任何一点点变化 中间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我们就不在了 譬如说 这个是八年抗战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有一个 忽然不幸中弹身亡 我们就没有了 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 这个活下来 而不是别人祖先活下来呢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都在喊冤啊 为什么你活着不是我活着呢 很抱歉 那颗子弹正好击中他的祖先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未来子孙的这个保障 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啊 那你说你活着最后会离开 珍惜有什么用呢 人生就是在一种挣扎的过程 看谁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 早一点发现到这些秘密啊 生命可以苦也可以乐 我们现在慢慢知道这个关键啊 我关于这一点呢 我可以举一个我 这个最近做计程车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它很有启发性 有一天我上计程车之后呢 司机问我去哪里 我说去台湾大学 一般的司机啊 就开车去了 这个司机比较好奇 他在问说 你是台大教授吗 我说是的 礼貌上啊 车上只有他跟我嘛 他说了两句话 我应该回他一句 我说你是客家人吗 他听得吓一跳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客家人呢 我就跟他说 我小学的时候 同学很多客家人 所以客家人说国语啊 我就知道 他听得很兴奋啊 就调整后视镜 开始替我算命 我碰过很多算命的人啊 他是比较特别的 不用看八字 不用摸你的手 摸骨啊 都不需要 直接就看你后视镜 就开始替你算 我在后面很紧张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别人算你的命嘛 你当然是想说 会不会算错呢 他算得准不准呢 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预言 要告诉我呢 我必须承认 他算的每一句话 我必须承认 没有一句话是错的 我心惊胆战 心里想说 念哲学念了三十几年 让别人从后视镜 一看就看透了 这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他讲了我许多 我的个性的秘密 他忽然他这个 通通讲出来了 所以车到台大校门口的时候 我就不太愿意下车 我心里想 这样下车的话太逊了 有点像落荒而逃 我就赖着不走 我就说你算得很准 能不能再帮我算一个问题 他说好 你说 我说你算得出来我快乐吗 他听了之后就不讲话了 他说这个我算不出来 我们要掌握的就是 一个人的快乐 没有人算得出来 因为快乐是自己在决定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如果你的快乐 是别人在提供的话 经常给你一些surprise 那你是很冒险的 周围的人万一停止提供 你就不快乐吗 所以快乐只有一个原则 要自得其乐 自己让自己快乐 他怎么让自己快乐呢 也不能一人到 好像是莫名其妙 傻笑 这也不是办法 要让自己快乐 只有从改变观念开始 改变你对人生的看法 改变你对价值的看法 比如你现在说赚钱快乐吗 你要改变 调整你的思想 为什么 你现在发现很多人 有钱并不快乐 有钱的话反而觉得没有安全感 在社会上各种绑架 各种罪案盛行 不要以为只有台湾如此 外国也一样 有钱人都比较觉得不安全 因为他经常曝光别人知道他很有钱 他本身就成为罪犯的一个对象了 那你说权力大的人 做到政治领袖的人 是不是比较快乐呢 也不一定 以台湾来说的话 现在政治领袖很烦恼 经常要跟别人商量 各个政党都要去谈一谈 为什么呢 因为责任很大 所以你对世界上所能掌握的 所有的正面的价值 我们所谓的成就 名 利 权 位 都不能保证快乐 但是也不会说这样不会快乐了 而是说你要观念比较重要 你能够调整观念 知道说自己是谁 在什么时代 什么环境 做什么事 自己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要以什么方式去达成 通通想清楚 然后对于自己所有的一切 能够珍惜 而不会去奢望 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更不需要羡慕别人 我有时候反省 我自己成长的经验 我就发现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这一生 都不太会羡慕别人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看报纸 哎呀 有一个年轻人才18岁 得到这个硝邦钢琴大赛首奖 这是15年以来 第一个人得到 这个人正好是 大陆去的一个年轻人 才18岁 高中而已 我会不会羡慕 我绝不会羡慕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弹过钢琴 我羡慕什么 对不对 我看到有人参加奥运 得到金牌 我绝不会羡慕 为什么 你叫我去跑算了吧 跑那么快也不容易 很累的 所以我对于别人成就 我会欣赏 但是我不会羡慕 羡慕代表什么 如果我是他 那有多好 这叫做羡慕 什么叫嫉妒呢 希望他不要这样好 希望他倒霉 因为嫉妒是一种 比较强烈的情绪 羡慕是比较倾向于 这个希望跟他一样 而嫉妒呢 是不愿意看到他 这么愉快 我羡慕都不会 当然不会嫉妒了 所以基本上你要了解 为什么一个人不会羡慕 然后这个人没有长进 不知道奋斗向上吗 不是的 而是很安分 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的限制 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之一 我自己的座右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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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之一 我自己的座右铭之一 我们跟他一起吊 那我们一起关注 现在再调散了